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做Henry M 他在上个礼拜二去世 这篇是登在纽约时报上纪念他的文章 在科学版的头条 你想说他不是伟大的科学家 但是他会在纽约时报的科学版的头条 把它放在上面 那么这篇文章说 他是一个无法被忘掉的失忆症患者 他去世的时候是82岁 所以虽然他得到失忆症 但是他活了很久 可见记忆也没有太重要 如果说他不能够记住很多事情 他不是一样可以活吗 对不对 我刚才跟你们说过 我首先要在这边提示你们 在这边里面我们要知道哪些东西 我们现在就稍微翻一下课本 请各位注意到就是说 在这一章里面 他基本上是研究记忆 他从失忆症开始讲起 那失忆症有两个 一个叫做前向的 一个叫做后向的 像HM呢 他所患的失忆症 就是所谓的前向失忆症 如果你要知道HM的详情 跟他就是在心理学上的影响 这篇是很好的读物 就请你回去读 我也希望你读 我们的作业的第三题 跟这篇文章有关 那么我想你可能可以 花一个多小时 就应该最多两个小时 应该就可以把它读完 因为在报纸上的文章 都不会太难 当然中间有一些 关于那种症状的一些词汇 可能你要查一下单字 但是它不会太难的 OK 那么实际上失忆症 分成前向跟后向 这个请各位要知道 那所谓前向失忆症的意思是什么呢 前向失忆症就是说 我忘掉了以前的事情 不 我忘掉了未来会发生 就是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是一个前向失忆症的患者 我会怎么样 我会跟你打完招呼 你自我介绍 然后隔了两分钟之后呢 你再出来再进去 然后我见到你 我就会跟你打一次招呼 必须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不记得 我跟他见过面了 那对于像H&M来讲 他能够保留的时间的长度 就是在短期间里面 能够保存多久呢 他大概可以保留几十秒钟 三十秒钟左右吧 过了这个他就不记得了 除非他一直rehearsal 就是一直在回复 就是说 我如果一直在你面前 那你就会一直记得我嘛 但是如果我一旦离开你 再回来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新的人 这不是很特别吗 所以对H&M来讲 每一件事永远都是新的 他每一天早上起来 都是新的 完全崭新的一天 他不认识任何新的人 但是实际上H&M在二十几岁之前 他在小的时候被单车撞过 被自行车撞到 撞到之后 也不过就是有的时候会抽搐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癫痫的症状 那后来经过一次手术 手术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他就开始没有办法记住新的东西 但是在二十几岁之前 旧的东西全部都可以记得住 那他之前呢 是可以是修车工人 那在他得到了这样子的前向失忆症之后 他就不能够去修车了 为什么 因为他无法辨认那个车 到底修过没有啊 知道吗 他也无法辨认那个客人 是新的客人还是旧的客人啊 他也无法辨认那部车之前 有没有这个修车的历史 他通通做不到了 但是有些事情他是可以做啊 比如说他小时候学会洗碗 那他现在还是可以洗碗 他能看到碗脏了就可以洗 对不对 他总之可以辨认那个碗是脏的 可以去洗 他可以去扫地 可以去帮忙清洁的家务 他只能做这些在二十几岁之前学到的东西 那就很特别 就是说他以前二十几岁以前学到的东西 他全部都记得 那是二十几岁 当他这个开完刀之后 他的海马回被割掉了 割掉了之后呢 他就开始丧失了我们所谓的陈述性记忆的能力 一旦丧失了陈述性记忆的能力之后呢 他就不再记住新的事情 那在二十几岁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不过纵然这样子 他也活了八十几岁 那我想他的详情就请各位看看我给你们的文章 这是一篇你可以去很深思的文章 那我提出来的问题 各位看一下我给各位的那个问题好不好 请看那个心理学作业的第三题 第三题我说HM被诊断患了前向失忆症 看到了吗 OK 然后请你就是第一个是要说明何谓前向失忆症 那我这边并不是叫你就随便就要出本上去抄一段 我希望你能够多找一些资料 能够对前向失忆症到底他是发病的症状 比如说他上市的是什么记忆 他哪一些记忆没有上市 那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都能够稍微说明一下 好不好 那说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一个你必须读完这篇文章 或者找一些资料才能够回答的问题 那就说我们常常说你记得你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是怎么样过的吗 或者是你记得大学联考放榜那一天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都还记得吗 或者你记得你上一次跟你假设跟你爸爸吵架好了 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为什么吵架吗 我相信你在生命里面记得很多的事情 这个事情都是跟你个人有关的 我们常常说这样子的记忆我们叫做事件记忆 个人事件记忆如果你参与一个场合 以你做中心的记忆 你就会记下来 然后它慢慢就变成你的自我的经验的一部分 对不对 慢慢的因为你慢慢成长 你的个人就越来 你就觉得你越来越有经验 越来越世故 越来越对于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因为你每一件事情都经验过 这个是说我们的我在慢慢的成长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想H&M H&M从二十几岁之后 它就没有事件记忆了 因为每一件事对它来讲都是新的 那请问它的我还算是完整的吗 它的我有什么缺失 它的我会怎么表现 嗯 这个在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些解答 在一些你在网路上找到的资料 在一些教科书上它也会有解答 但是这本书上没有 所以请各位去翻一翻去找一找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非常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吗 一个人在二十几岁之后 他的我就不再长大了 那这个人怎么办 他还多活了五十几年了 那他的我到底还剩下什么 OK 这个是我就是给你们的作业的第三个题目 是让你去对H&M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OK 然后请各位翻过来 就是他这本书刚开始是讲失忆症 但是我们今天所要主要讲的内容呢 主要是要讲记忆的结构 刚刚他这边从失忆症讲起 他提到的一些东西了 他刚开始最主要是为了引起动机 所以他讲失忆症 讲一些非常会记忆的人 然后会讲一些记忆术 那我有一个作业的题目 是跟记忆术有关的 记忆术在199页 这边有很多记忆术 或许你都听过 那或许你也使用过 那有作业的第二题是要让你去 就是自己去检视一下 你曾经用过什么记忆术 所以就请问你把这边的记忆术读一遍 然后自己去想想看 你有什么记忆术是用过的 如果你对于某个记忆术的词汇不了解 其实网络上有太多太多的资源 可以去找到这一类的东西了 所以你去找来看一看 好不好 OK 然后接着下来呢 他就是介绍一些 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这是我们在除了H&M之外 第一个在记忆这一章 你必须要记住的人 这个人出现在201页的 应该是201页 你有注意到图6之一 这201页的图6之一 是由谁做的实验呢 是一个叫做Ibbinghaus 请你注意到Ibbinghaus这个人 这是一个非常古典的实验 请你注意到2001页的第三行 Ibbinghaus是什么时候的时代的人 他是1850到1909年的人 也就是说 他是生存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业的人 也就是说这个实验到今天 超过多少 已经超过100年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实验就是非常的经典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Ibbing 我们今天知道所谓的记忆曲线 或者是学习曲线 从什么地方知道的 就是Ibbinghaus的研究告诉我们的 如果你是学 将来你还会学到教育心理学 那在这一章就是Ibbinghaus 我们还会再谈到 Ibbinghaus的东西 就是是我们在记忆的先驱 那还有一个先驱 是在这本书的后面会出现的 那我们之后再说 那这Ibbinghaus是你第一个必须要记住的人 知道吗 OK 接着下来 另外一个重点 可能等一下我会用一些方法来告诉你们 实际上是表六之一的 这一些测量记忆的作业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测量记忆 这里面其实就包含着 我们有很多种类型的记忆 记忆不是只有一种 等一下我会有一些活动 让你知道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种的记忆 记忆是不一样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然后接着下来呢 就是关于记忆的结构了 这部分就各位可能就是因为它牵涉到理论 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要必须认真的去把它记住 这个部分你不管是深吞活泼 还是去理解 总之你要把它记住 首先你要记住的是206页上面的图六之二的那个模式 那个架构 这个架构 这个架构其实在某一些部分你一定都常常听说了 就是说短期记忆啊 长期记忆啊 感觉记忆啊 这个词汇可能你之前就有了 但是在心理学的课本上第一次正式的介绍给你是在这里 然后它会告诉你所谓的短期记忆 感觉记忆 长期记忆是什么意思 它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这个模式是由谁提出来的呢 它是由两个人 一个叫阿特金森 一个叫做西伏林 他们这两个人所提出来的 所以请你记住这两个人所提出的这 就是三个区域 三个区块的模式 这个模式基本上是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电脑 电脑是很像的 你在电脑里面 你可以想这个模式它分成感觉记忆 然后短期记忆 长期记忆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用电脑类推来的 为什么说是从电脑类推来的 因为电脑里面你用键盘输入 输入之后它就会有暂存器 那个暂存器就是感觉记忆 然后你如果一打开电脑 它就开始运作 你知道你的电脑里面都很在乎说 你有多少的RAM 对不对 那个RAM是一打开电脑就在里面运作了 对不对 就让你可以暂存东西的 那实际上就是你的短期记忆 当然你也知道如果你有硬碟 那就是你的长期记忆 这个模式我们所谓的讯息处理的这个模式 就是Atkinson跟Sevland所提出的这个模式呢 基本上是从电脑类推过来的 不是先有人脑才有电脑的这个模式 而是先有电脑的这个模式 在类推到人脑的这个模式 知道吗 但是它却变成的是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谈论人脑的时候的 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基本模式 就是我们有三个区块 一个感觉记忆 一个短期记忆 一个长期记忆 有三个区块 那这个在书本上 我们等一下也会就比较详细的说了 它有三个区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它每一个区块都有各自的特色 有各自的特性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再告诉你